举新闻综合报道 饭店业者这回征才出新招 邀请应征者带父母亲一块来面试 这是因为有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的毕业生 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都会征询父母的意见 另外还有两成的员工 是因为爸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而要求离职 所以这回业者干脆突发奇想 让父母亲一块参加面试 希望能够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这边是我们的礼宾司 礼宾司负责的话 就是客人入住期间的 骑律住行交通所有的资讯 我们礼宾司这边都会协助 饭店人资部主任 向应征者介绍工作环境 一旁是应征者的父母 他们最关心的是 要不要轮班加班辛不辛苦 国内饭店征才 舍度邀请应征者带父母一起来面试 希望降低离职率 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 大概有七成左右的大学生 他们都觉得说 会愿意参考父母亲的意见 甚至于让父母亲来跟他们商量 决定他们能不能进入 或者是想不想要进入这个职场 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的毕业生 找第一份工作 会征询父母的意见 另外还有两成的员工 是因为爸妈不喜欢孩子的工作 而要求离职 范店业者干脆让父母一起参加面试 只是找工作 要爸妈帮忙观察 恐怕让新鲜人变成妈宝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现在年轻人 他们在找工作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跟意见 所以我们觉得父母亲 如果能够给他正向的支持 让他们就说给他意见 不是坏事 金华应征四百位员工 开放父母陪同看职场 另外一家国宾饭店 寄出抽奖 员工持股信托等力多 吸引人才 据西纯会台北采访报道 中国航空为了响应政府的加薪政策 所以这回由华